今天姐姐既然请来 咱也不能让姐姐白来 也让姐姐给咱们做一道菜 也要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 对 我要给大家会儿做一道香辣小龙虾 味道厨房之香辣小龙虾 主料 小龙虾 腊肉 鸡蛋 啤酒 副料 葱 姜 蒜 辣椒 花椒 八角 香叶 孜然 盐 料酒 特点 麻辣鲜香 唯味无穷 这个买回来以后提前饿养它半天 它里面吃了一些耳料 泥沙 全部土镜 用两个盆给它扣在一起 然后里面稍微的来一点白酒 来一点盐去晃洗它 加一少许的水晃洗它 直到晃洗到是清水了 没有污浊的时候为止 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是从家乡带来的腊肉 也有家乡的这个味道 专门要选肥的腊肉 对对对对 首先第一步咱们是要炼油 倒少许的肉 把腊肉放进去 好 有这个我发现 它这个腊肉 它这个炼油过程当中很漂亮 晶晶剔透的 对 透明的了 这料饭用的很大 葱姜蒜都很多 做这个呢一定是大佐料 大佐料 对 料用的很大 哇 这有一滋辣的声音真好听 然后 姜蒜都可以 姜蒜葱 对 然后再放点辣椒 还有什么 变成一个花椒 对 小心把这么多帮厨的 虾要倒进去吧 虾在这 虾在这 好 现在把小龙虾都放入锅中 对 放在锅中呢 来 翻一翻的 给它呢 盖上盖 闷它一下 这个要炒多久再放其他的东西 大概三五分钟吧 它变了颜色以后 比较红 红 红艳艳的就可以了 好 咱们小家的女孩 也是能上得厅堂 入得厨房的 姐姐 姐俩真像 她跟我们在一起 从来不入厨房 是吧 可能我们到时候了 她光上厅堂 她绝不入厨房 不可以上房了 哈哈 哟 还真能颠来算了 对 不放不放不放 放进去料酒是吧 别放 放 好 放入料酒 好 再放入盐 好 然后孜然 孜然粉 八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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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叶 香叶 哎呦 那你们说 香阳满大街 用这么多的料 这不是 别的店家 她肯定没有自己家做这么舍得用的 用啊 比自己用的还多 而且特别香 对对对对 太多了 啤酒啊 对 烧肉也用啤酒 这个啤酒 经过这种蒸煮之后呢 它那种成分 酒精成分已经挥发掉了 放入啤酒之后把鸡蛋下锅哈 对 这可以了哈 焖多久了 大概焖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才可以入味 甲林给姐爷做这道菜啊 简直是 精心聚精会神到了极点 我怕她做得不好 一会儿那个董老师尝了 那什么 闲丢人 焖的时候呢 再来等你了 小阿姨说 然后 哈哈